差几乎为没有 而比较伤了 比较区别大的 就是在于你是否点了热忱 你说他们中单瑞文的概率有多大 我觉得几乎为零吧 你看中单点火瑞文 那还可以 其实你别说这个船长打题目还挺好打的 我上次打了一次 把题目打得挂机 那这把你会不会重蹈 你那个去复制 不知道啊 我还没打过 我玩题目老总玩了三五牌 这是第四盘吧 可以 我卡白这是第一盘 没有我是说真的 你不要说卡白是 我是卡白这个皮肤是第一盘 我是真的 你应该没见过我玩题目吧 没有 那你应该 我只能闹上来都要去看你这个题目的 那题目真的太厉害了 上班你都多搞笑吗 我看二级单杀题目 然后四级又一套 就一套连环 就是等于说是无限连环 先打一枪 他走过来碰红二连 又打一枪触发雷霆 他就只有30%血了 然后我以为他回程补状态血 结果就不见了那个题目 然后六级我推塔的时候 对六级我推塔的时候 就是他一直没出现过了 然后六级我推塔的时候 那个桶不是炸塔吗 不是炸塔 是触发火刀你知道吗 用来 然后那个桶就把他给炸死了 右级左侧录制安女 即可开始录制本局比赛 哎呦 哎真的 点燃瑞人 钻一的船长 你说钻一的船长厉害还是 还是钻五点燃瑞人厉害 都很厉害啊 我觉得我要被打崩了 因为好像船长一级过来打手枪 我还真的还没办法 老实我也带点火了 我现在隐身 是不是可以在草里面走 不被看到 可以 贼六啊 就是避免了 有些人就进草了 然后对方发现他不见了 就一直在对着一个地方放技能的这个风险 你可以在草里躲技能 哈哈哈哈 可以 然后躲了之后还是死了 哈哈哈 你可以在草里疯狂走 然后就延缓了你死亡 然后对面说 哎他可能散现跑了吧 是吧 可能就去了是吧 对对方有有各种各样的那个AOE技能 像维度的W和E 对着跟草丛扫一遍 是不是是不是 那都全看走位了 哪里躲啊 诶这样躲不可以啊 你看 能躲掉吗 好像不能啊 嗯 应该躲不掉 那这样 你在这个草丛 没有多一个大 你出不出来 我在垫死了 哈哈哈哈 看一看 这么样不一定的 蓝题目 哎呦 上南瑞文 真的要硬刚啊 我好虚 他在点火的 那伤害判断又不一样了 是 长官 哦 我没点技能 我说伤害怎么那么不够 我说一技能 平坦怎么那么点血 这门不见了 诶 要现了吗 快飞快飞 来了 我去前面探討論 人馬拿起來了吧 到哪邊探討論 我來看你 你要看他 你要看你 你看这种热神叠满的题目 伤害贼狗 哎呀我烧了 你这有毒啊 对啊药光很猛的 你肯定是被A桶然后加那个Q是吧 对对对 还有该赛点的跟你一样 这样我就可以单杀他了 并惹 有殉疾 这位是不是来上 刚才我到了我也有到了 这不可以跃塔啊 可以啊 来,GO 你没闪啊 没有闪,被摁住了 这个减速有点恶心 你这波很赚了,没事 你看我赚1430的血,这个点满1600 来,我们来看看一个六七级的瑞文大概会多少血 他那个传长都知道了 那传长1172 是吧 那么一个六级的瑞文大概只有1100的血 都不到 他这种装备1100的血都不到,1000血 我多他600,跌满 然后热忱可以保证我的高伤害 你看现在热忱跌满 五八四十点 接近 我们在报告 瑞文没闪 瑞文没闪 瑞文在这里啊 好奇 这个东西 这种东西 还不太疼 我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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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奇 你好奇 说没有你打死 要杀吗 你想杀我都在那耗的 不过船长又大了 没有大 船长没大 各位兄弟们看到了没有 这就是这个打法恶心的地方 这不需要怎么样 慢性死亡 这波大兵挺好的 我再买这些 要我都不买了 我1750的血 这个金特斯的血量跟瑞文差不多 922 瑞文大概1000血以下 我多他一倍的血 但我伤害因为有热忱很高 我每点他一下50多的伤害 还有后续伤害每秒28 炸热忱 你说我的伤害多高 他出什么专门 你告诉我 他能出什么 他不出大隐瞒 他能出什么 他不出大隐瞒 他能出什么 他不出大隐瞒 他能够出大隐瞒 他能够出大隐瞒 你告诉我 我1800一只 来我伤害的混合的 不推了 自己推下波军自己推 要不然我还得出个护甲鞋和地枪都可以出 安全求婉就出个护甲鞋 现在可以做护甲鞋 这就直接摁死了 我的一塔钱没了 日常中打得没脾气啊 我跟你说我也被韩服这个打法的 皮默打得没脾气 我在怎么说也国父大师 被韩服的皮默吊起来打 真的没点吧 瑞文赢得二塔挂机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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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着塔 单杀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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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跟你说过,我都被这种题目给治过 我的鳄鱼你们应该公认真的挺强的吧 连我的鳄鱼都被这种题目给恶心到要死要活的 一般的上单,只要我点队天赋,带上热忱,树上冰锤,伤害高到不要炸我 肺炎很烦,呵呵呵,云的厕所 没有办法你知道吗,最关键的是,你说一个近战还打远程,对不对 那么最关键的是,尽量少的规避伤害,然后突到你脸上给你打 你远程要肯定打魔镜这样才对 如果当有一天一个远程,他暂撸都能撸得迎进这样的时候 那说明这个游戏就已经不平衡了,但现在热忱就是这样一个不平衡的东西 你看瑞文他不是没有魔抗的吧,他想出大隐魔刀的 出了一半发也没意义,我打他伤害很多物理 你看我顶塔,我来弄死了 一点平衡没有这个人 就站着这个位顶着塔 操着这个位,这个位顶点吧 因为我2000多的血 我们来看看人马多少血 人马号称我们边一号坦克 他1600的血 我2000 确实打哭啊,这有什么办法 我上班打炼金就是这个天赋带错的,我自己的问题 然后你自己看我打野怪的伤害你 你觉得这是没有热忱的情况吗,你要知道 有热忱的情况这个伤害有多高,你们自己想象一下 对不对 这是,打野怪是没有热忱的 要知道我打印中是有热忱的 然后推线,蘑菇推线很快 这些人在全水里面挂机 那我一个人通关了 我可以想做出来就无敌了 我可以想做出来就无敌了 马上够钱了吧 已经够了 三级制盲,制盲2秒钟,一级1.5秒 还要把装备卖一点 不用卖 直接出就好了 现在去找对面玩一玩 这个玩法的提莫什么都不怕 也不是什么都不怕吧 怕那种爆发特别高或者手特别长的 你碰不碰不大家被恶心死 这个打法的提莫掉打吸血鬼这种东西 你们可能因为吸血鬼无限吸血 消耗耗死提莫 其实提莫除了合理枪把吸血鬼打得跟什么一样 但打成智障 伤害只一高你看他传当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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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吸血能力 噢我的队友在打吸不到血量 如果每个A上那个毒在跳的话 你发现走路都能回去 我找人吸一吸 找个野怪吧 吸一点吸一点 你看他回血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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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冰水电刀 他第一喜欢出科技枪 伤害第二 日本三天四的伤害还打挺多的 伤害上下自己高 在哪 拍片 ng 感谢观看